去碗 拍攝 你跟他狂吃 一直狂吃 一直狂吃 真的耶 才開錄六分鐘就去碗 今天吃就完耶 好感興奮極高 我現在都給我一個辣椒 好 乾脆辣椒 湯超好喝耶 蝦味超級無敵的 原來的那種有在煙味 不吃辣的人必點這個 他有一種被學長欺負的感覺 他就想說你提了那麼多 你幹嘛拿我大腸 吃得大腸 而且你自己不是也有點大腸嗎 我覺得這大腸好好吃喔 因為它大腸是屬於 它應該內臟脂肪比較偏高的 它之下那種豬油的 那種香味的蛋豬 軟Q 軟Q的 這鹽奶加了很多的東西耶 你又點麵的 你傻瓜喔 這個它配麵的 對不起 我跟妳說我吃它這個乾鍋的麵 這就拌勺 你真的是被它辣粉跟花椒的香 就吸引住 吸不那個湯 而且不會鹹喔 它是有一點鹹香 就是也有點像花椒粒的鹹香 它為什麼我覺得很像 我吃到有點像花生粉的香 堅果的香味 有嗎 有嗎 有花生嗎 太太 這也是它存在在 我們節目的唯一價值 我只剩這個了 是 它要去碗 拍攝 你跟它狂吃一直狂吃 才開錄六分鐘就去碗 今天吃就碗耶 好可憐 心裡是雞肉 好可憐 一九九 來 妳吃一下鴨血 鴨血 老闆說他們的鴨血是 他很堅持用唇血 他說因為市面上有些人會加粉 它鴨血很好吃 好好吃 它這個鴨血是帶有水感 我最喜歡的 而且它咬下去的時候 是牛油還是什麼 Iso 答對了 是牛油 牛油真香 你那一個裡面的東西 可以講得很厲害 豆腐厲害喔 對 他只是因為吃到飽的部分 對 吃到飽會交給你 肥份超級無敵多 麻辣鴨血的東西就是 畢竟調味到我這種口味 對 它像豆腐 那個甘生的香氣 它是滿滿的那個豆香 真的喔 豆味吃得到的 那個很爽 這樣很棒 它豆腐跟鴨血 不是同一鍋湯做出來的 唉唷 因為他們吃的湯汁是完全不一樣 它可能是為了想讓它豆香 會呈現比較好 它是用乳汁的方式去帶 像滷豆腐 滷豆腐 好好吃喔 而且裡面很嫩喔 它裡面的嫩不是嫩豆腐 是有點像重豆腐 重豆腐比較多 它配上了其他麻辣湯的料 它反而成為你重置味蕾的一個關鍵 我自己更喜歡 重 我等一下 他就是你那個常來的客人 你是不是就是它的高固定位 是不是 那我來吃吃看麻奶鍋 麻辣湯加鮮奶 撈起來顏色就跟老薩很不一樣 它真的是變成乳白色的 我們聊這麼久 它都還沒有 我麻奶鍋超好喝 它就是完全是牛奶鍋 加了一點麻辣的高湯 然後辣很像只是輕輕的包在表面 所以我就不敢吃它的人 其實可以吃麻奶鍋 我覺得這豐田會喜歡的 好舒服 對 跟它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帶微辣 好喜歡 但是合起來是很溫柔的 又不一樣了 好舒服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 它的湯有一種玉米的甜味 它其實有點類似 像北海道的牛奶鍋的感覺 但我想要沾它的油條 聽說油條是麻奶鍋必點 是喔 對 他們推薦 你看 這個邏輯就是你豆漿會加油條 豆漿油條 有奶油味的東西跟油條非常非常搭 因為它會瞬間解膩你的那個油味 你在吃這個的時候 你就享受它的香氣 跟它有一點脆口 然後下面變得很像豆皮的頭髮 好好吃一種 我自己默默的看 比較柯 我的碗飯 我的超扯 好棒 吉米姐不錯吧 對不對 我們不錯 超高的 有 嚇到 漢文很棒 沒有 我怕豆漿會 我快要吐了 哈哈哈哈 對呀 你就三塊